我们最帅的中年欧巴玄斌又被传有女友 虽然嘴上说着一定希望欧巴幸福 希望他早日成婚生子 但是每当玄斌有女友的可能性出现在粉丝的脑海里时 也还是痛不欲生 新娘不是我的痛苦一遍又一遍 这就是爱上一个帅哥的特有痛苦 这次的传闻是从韩国票来的 和前两次从中国的微博上发酵而有一些不同 爱的迫将红了玄冰 也送给他这一年络绎不绝的绯闻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尽管在各个颁奖里 各个偶遇粉丝的路上都尽量做到彬彬有礼 态度谦逊 我们的欧巴因为太过于完美 所以绯闻也没有放过他 毕竟有太多想当金太太的人 这次传出的绯闻的这个女明星叫做吴连旭 吴连旭是比前两轮的孙一珍和孙慧桥的咖位稍低一格 但近年来她也是非女主不演的当红女星 论圈内地位的合称度倒也合适 毕竟很多粉丝不希望嫂子太过功高改夫 论颜值也是标准的韩国女星脸 当然比乔妹和真姐是少了那么一点特色 也不像玄冰之前那么那些真女友那么高挑 不管此事的可行度有多少 粉丝一旦听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已经慌了神 这个传闻的截止目前还没有玄冰的经纪公司来公开否认 当然玄冰为主题的热搜 也就挺到了第四名也就演习旗鼓了 相比之下前女友江苏拉结婚就怀孕 一口气冲到热搜第一 看来这也就是场无关紧要的胡说八道 不少粉丝都认为这是不是对家买的热搜 那么缺德的给玄冰增加了一个绯闻的来源 让他们截身字号的男神看上去就像花花公子一样 吴连旭和玄冰的传闻 最先深因为有人在韩网上说 看到吴连旭跟玄冰在几乎以同一个月里 搬到了一个叫九里的别墅区 由此便揣测两人的关系不凡 散布这个谣言的本尊早已经把这帖子给删掉了 但是之后的发酵却在中国产生了 真是相当莫名其妙的一件事 这件事甚至比和孙艺珍和孙慧桥的绯闻 更没有回应的价值 一向很警觉的Wast大概是这样想的 吴连旭交往过的前男友是金饭 那位娃娃脸金饭似乎跟玄冰不是同一类型的 谣言传得有模有样的样子的原因是说 吴连旭还参与过玄冰2017年的电影作品《骗子》 从约旦拍摄回来以后 玄冰在自己快过生日的时候发了一张骗子的剧照 于是大家都觉得欧巴可能在怀念骗子 事实上出演骗子的唯一女性角色的人是林真娜 吴连旭只是在当年被讨论过出演的女主之一 就这部电影而言 玄冰根本没有跟吴连旭有什么交集 也不知道为何要把绯闻做得如此的粗糙 这手法跟上次传闻玄冰和孙慧桥复合也差不多 就凭几棵树上都能看得到的香章树 便认为拍广告的玄冰和随便拍树的乔妹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 广大的金太太们也挺安心 就算惊雷一声终究将来临 但看上去吴连旭并不是那位幸运的金太太 玄冰刚刚担任某国际范大使 不会如此快地公布女友 虽然欧巴也真的到了可以做好爸爸的年纪 相信受到广大粉丝喜欢的玄冰 最终会以她特有的方式体贴地告诉广大粉丝 她这一生最爱的女人会是谁 11月19日据韩媒报道 玄冰前女友江苏拉今年8月份低调嫁给圈外医生男友 并否认是凤子成婚 而今却被曝已经怀孕 预产期在明年4月份引发热议 30岁的韩国女星江苏拉曾主演电影《阳光姐妹桃》 迅速走红 之后参演了热播韩剧《Doctor一乡人》 《卫生》等颜值与演技并存 深受观众的喜爱 她还和男团Super Junior的队长利特 一同参加过《恋爱真人秀》 《我们结婚了》走红东南亚 此前江苏拉唯一公开的男友就是韩流男神玄冰 二人郎才女貌十分登对 然而韩语圈内的明星恋人 似乎都会因聚少离多的原因而感情变淡 公开恋情的一年后 玄冰的经纪公司就官宣 玄冰与江苏拉分手的消息 令不少网友感到可惜 之后江苏拉的感情生活就十分低调 也没有恋情传出 然而就在今年8月份 江苏拉宣布将在8月29日举行婚礼 男方是年长于她的圈外人士 随后韩媒也报道称 江苏拉的老公是某韩医院院长 在业内是有实力的医生 据说还被称为绅士暖男院长 颜值也十分帅气 由于婚讯相当突然 外界曾传言江苏拉是凤子成婚 对此经纪公司坚决表明立场 现在没有孩子 不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婚后江苏拉也有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生活照 她剪去了一头长发 打扮更都是以宽松休闲造型为主 脸侠也变得有些圆润 更加重了外界对于她怀孕的猜测 今日韩国权威媒体就率先爆料 知江苏拉的确已经怀孕了 而且预产期在明年的4月份 按时间推算 8月底江苏拉结婚时 的确已经怀有身孕了 韩媒还透露 目前江苏拉正在专心养胎 做胎教中 以幸福的心情期待宝宝出生 恭喜准妈妈江苏拉 喜欢看韩剧的小伙伴 对于江苏拉应该很熟悉吧 她不仅有很多的影视作品 而且还有多档真人秀节目 在今年8月 江苏拉才刚刚宣布结婚的消息 南方是一个圈外人 然而今天11月19日 媒体报道江苏拉现在已经怀孕 预产期为明年4月 不知道有没有网友 不知道江苏拉是谁呢 江苏拉虽然今年才30岁 但是已经出道了11年 她真的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她有许多作品中的角色 都非常适合她 像《Doctor一厢人》 还有其他作品等 都是广受好评的作品 而且她也不在意作品中 有多少戏份 只要角色适合她 她就会选择出演 这对于现在的很多娱乐圈来说 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而且江苏拉的演技 也是值得大家肯定的 江苏拉是因为出演 《阳光姐妹桃》这部电影走红的 之后一直搭档的是 韩流男团SJ队长利特 参加真人秀节目 我们结婚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酒窝 因此当时还被网友们称为 酒窝夫妇 不过后来因为利特要入伍了 两个人也就离开了节目 当时两个人在节目中 还有一个十年之约 不过可惜这个约定也实现不了了 相信酒窝夫妇的份 也都一难平吧 后面大家对所熟悉的标签 应该就是玄冰的前女友了 为什么会带上这个标签呢 是因为玄冰当时应该是万千少女都喜欢的年轻欧巴了 而且江苏拉之前是有点胖的 后来在减肥成功后 心图一露绿灯 而且还收获了甜蜜的爱情 当时江苏拉与玄冰之间的感情引发了大众的热议 因为玄冰是在和孙慧乔分手交往后才与江苏拉在一起的 而当时的江苏拉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当年的玄冰真的是帅上天 因此江苏拉当时一直被冠以玄冰的女友这个标签 现在则是被冠以玄冰的前女友的标签 不过两个人的爱情仅仅维持了一年 在2017年的时候 两人就表示已经分手 在今年的8月份 江苏拉宣布结婚 还上了热搜 大家也都纷纷讨论 江苏拉和谁结婚了呢 后来经过消息知道 江苏拉的老公是一个圈外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需要保护她的隐私 婚礼的消息将暂时保密 而且受到疫情的影响 江苏拉与其老公结婚的当天 也没有举行大型仪式 婚礼上只是邀请了双方的家人 后来江苏拉亲手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 很感谢粉丝的支持 但是和自己携手一生的人 是一个很棒的人 将来也会过上幸福的生活 希望能以更好的精神 来报答粉丝对她的喜欢 近日江苏拉宣布自己怀孕 目前已经升级做了妈妈 而且会在家安心做胎教 这不禁让许多网友纷纷感叹 真的很快 而且也都在祝福江苏拉升级当妈妈 期待她的小宝贝的到来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